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說台灣人要帶著同理心理的包裝 如果是我們自己想要去美國 經過工作留學 然後我留在那邊想要長久居留 我要申請綠卡 我想要規劃 那如果說美國政府給我一大堆的一個限制 又很容易撤銷我的一個國籍 那我原本在那邊長久生活的一個網絡 是會受到影響的 我的生活會受到很巨大的影響 所以拜託就是行政部門這邊可以重新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同理心就是自幻為自己去思考 假設今天是你到美國你到歐洲 你成為移民了 然後你希望受到當地政府這樣的一個對待 那因為我覺得台灣大眾已經非常習慣歧視東南亞移民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一些故事 我覺得有一些民眾看了記者的報導這樣的故事 搞不好還會覺得說這些外人就是來台灣掏金 他們就是不害好心 但是我們去美國又想要 換得更好的一個工作的一個機會 階級上上流動的機會 那我們也不認為我們在美國的那些朋友 他有雙重國籍有什麼問題 這個都是希望大家都是以同理心來看 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一個就是國界的一個流動的這樣一個現象下 我們如何回到就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一些人權的保障 那接下來我們請這個行政部門來回應 我想我們先從護政司好嗎 那那個去年在立法院立正委會神開那兩次會完之後 那我們市裡面長官有特別要去拜訪委員跟副主任 那就那個去拜訪的那個委員坊本 還有其他委員坊本 我們都有承包法行為也去過 那目前其實對於這個所謂的 剛剛所說的這個語心亂課五案件基礎的這一部分 我們這對於違罪的部分 違罪的部分 我們現在的規劃是要把它放官 配合的警察行事紀錄證明書 調理他的一些修正 那像有一些現行的警察行事紀錄證明書 有一些違罪的部會 他經過了一定的期間 他就不再更改在上面 那我們目前規劃的原則是講說 只要沒有在警察行事紀錄證明書 他有這些紀錄的話 那違罪上面你就肯定他是沒有犯罪紀錄的 之前那些違罪 那些種種 我們就這樣做 這樣以致性的認定 然後另外就是有關於那個 委員均的蠻多的版本 就是有關於疫情對象死亡 然後或者說我們現行機制就在做的 那個離婚之後 服役中華民國國籍配偶的 或者說那個配偶死亡之後 然後他還繼續留到台灣 還服役的 服役的那個 服役的基因的這些人 因為我們現行就一樣是把他放翻 把他規劃 當作 還是國人配偶生在辦規劃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保證化 這個也是本來的政府一樣 這個也是本來的政府一樣 那至於那個所謂的第九條 那個 規劃 中華民國國籍 要上市也許我們國籍的這部分 那因為 這個我們是考慮到說 我們畢竟資源有限 而且是極有限 我們真的是沒有什麼天然溪流 跟別人混問題 所以說 沒有需要做一個全面性的開放 只跟對我們需要的一些 專業人才的部分 我們才有靠 目前才考慮到說 那個 他如果來不讓我們穿過國籍的話 他不用去上市原屬國的國籍 那就整個規劃的流程 現行的機制是說 要先申請一張主規劃的國籍證明 再回去看原屬國去辦理上市國籍 然後 上市國籍拿到證明之後 再回到國內來辦理所謂後面的規劃 那我們 這樣會馬上調整過來 將來就直接取消所謂的主規劃 目前規劃是這樣 就沒有主規劃的話 我們就先賦予國籍 然後在一定的期間之內 在一定的期間之內 然後 要去把這個 原屬國的國籍 給那個上市票 然後對決拿到證明 將來的方向是這樣子 那個 目前的對應的方向 跟委員 眾多委員 那 在當時我們政府提案的時候 他都有提一些創對應的版本 那 委員上面我們都有參考 那 我們也有都採納 那這個會期 副長已經去拜訪 那個 那些文會 召集委員 請他儘快提案 那因為 像今天本來是 那個 我們前面會本來是邀請 邀請 邀請我們市長 那因為 昨天跟今天都還在審議上 今天早上還在立法院 那現在也還在審 所以說市長就沒有辦法自己來跟委員 還有各位線性報告 那 下個禮拜目前 牌也是 聽說也都是牌預算 都是因為這個會期 是預算的原因 所以說 預算要先處理 那完了之後 才會再牌法案 那我們是 看看能不能在11月份的時候 這個相關的法案 就能夠繼續 繼續更續的再來 處理一些 因為之前 去年都只要到第三條第四條 而且沒有一個確定的決議嘛 對不對 然後就卡在那裡了 那我們希望能夠趕快 接續 不然的話這個時間拖在久 到時候又接近一序審 這樣的話就 你整個 整個程序 你又要重來 那 那 大致上面委員的版本 我們可以採納了 我們都採納 那但是 就如同我們 上次在路裡面開會 也有要求的 那去哪裡來開會 那 我們政府機關的 修正查案所提的版本 也不是說不能改 絕對沒有人敢講說 他的 他的政府 哪個政府機關 那個版本 站立我還有一個字都不能動 你不會 那因為是何意思 那 所以說我們 除了先前委員 所提到的一些建議 我們認為可以採納的 我們都並進來之外 那 最後的節目 那還是依照 立管院審議 通過修正的法案 我們再來做 然後 目前為止先 報告到這裡 謝謝 從社會司 跑到移民署去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幫移民署 在做一些提升 敏感度 跟同理性 相關的一些訓練 讓我們之前大概95%的這些 是警察背景的人 能夠多了解一些這個 我們面對的這些服務的對象 他並不是小偷 也不是犯人 所以你那個態度跟觀念 就要去做一些調整 我常常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如果今天個案來到我們社工人面前的話 我們要跟他會談 那他很緊張 會發抖 對不對 緊張到發抖 緊張到流汗 那我們會跟他做一些報告 然後呢 會拿個紙讓他擦擦汗 拿一杯水 等到他比較情緒緩和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一些會談 但是呢 到我們這個專情隊 看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就不一樣 因為他們受到的訓練 跟我們受到的訓練是不一樣 他們基本上是把人當犯人 當小偷嘛 對不對 你就是嫌疑人嘛 所以你在我的面前 我都還沒開始問你話了 你就開始緊張 開始發抖 開始流汗 這絕對有問題啦 然後呢 我等一下問你呢 就會拿出另外一個版本來 也說不一定 如果再做呢 你有經歷過我們這個專情隊面談的話 大概會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那就是我們中間最大的差異 所以我們要叫我們的專情隊同仁 在做面談的時候 會需要多一點的同理心 跟一些敏感度 你要從他們兩個夫妻的這個交談當中 其實你要敏感到說 他們到底會不會有發生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也知道說 當會移民來到台灣之後 他確實面了很多的困境 語言啦 生活啦 風俗啦 生育啦 跟家人的相處啦 人際關係等等的都有 所以在還沒有移民主成立之前 其實政府也就有相關的這個照顧輔導措施在做 那移民主成立之後當然就是把這樣的工作承接下來 那我們希望能夠結合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跟NGO的力量一起在做 那這樣的一個照顧輔導措施在 每半年就會做一個修正做一個檢討 那你看看地方政府的做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也會去地方政府做一些評估 然後了解他們對外非不非的照顧狀況是怎麼樣 那會做一些公開的表良 如果做得好的話 那再講就是移民主 我們自己現在正在推動的就是 因為看了大家的故事呢 其實就一個想法 對法令的不了解 對環境的不熟悉 所以我們就是推出出附近的關懷狀態 因為我順便就講好 外國人要來台灣的話 他第一個流程當然是在外交部 去做一些相關的動作 比如說要面談 比如說要拿簽證 那那個部分是在外交部 他完成了之後呢 才到國內來經過查驗了之後 到我們這邊來 那我們換這個外交居留證給他 那等到他居留一定期間之後 符合相關的定居規劃的條件的話 才會再回到護政室的那個地方去做銜接 所以移民署的工作其實是在中間這一段 也不是跑到前面去 這是對外來人士的部分 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各位如果你是配偶的先生的話 或者是養親的話 就知道移民署其實是在中間這階段的一個銜接 OK 所以當他拿了這個簽證進來 其實第一時間就是要到我們移民署來換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針對出入境的這些外來人士 就是特別是配偶的部分 我們就有一個關懷訪談 然後也告訴他相關的法律 然後給他一個白寶蛋 根據他不同的餘種 給他相關的資料 他不懂的 其實我們也有開成 外管也有開成影片讓他們了解 然後我們有行動列車論 他不能來的話呢 我們把資訊送到家裡面去 我們還有針對 不好意思喔 就是我會講到後面那個部分 所以我只是想說 因為沒有做事要再實施 OK好 我回到我們前面講的那個故事的部分 那我要提一些建議的事項 因為有一些是破載連結 必須要去處理的 比如說那個婦女心智的那個 那如果他現在 其實我們已經給他一個叫做 其他事由的這個外小居留 他是可以在那邊 我知道 所以工作大概就要去 勞動部再做一些說明 基本上我們讓他在台灣 不會造成有一起的這個 非法的這個情形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居留 我們可以先給他這個居留 不會讓他造成非法的居留 那至於說那個 奶昂姐妹會的這個 沒有啦 因為那個就是 我們討論過很久 就是拿停留證的 就沒辦法工作啦 我們給他的是居留 這個是居留證 對 居留沒有健保嗎 居留我聽我們科長說是有健保 但是工作是有問題 因為他的室友是請他 對他並不是一起 對 對 對 那這部分可能再請那個 勞動部再做一些其他說明 那 雅清提到的這個個案的話呢 我們同事朋友的介入是 其實如果這個部分 他就應該是先申請 他們的這個 越南國的行為件 回覆他的越南情報 那麼 那個家裡提的這個關愛師家 人生小朋友的問題 因為他的父母都是越南人 其實他並不是我們國籍 他是可以跟越南班 去申請到他相關的護照回去 那如果說申請護照的過程有問題的話 我們每次都國政府去做一些協調 那但是他的醫療的部分可能 我們這裡也沒有辦法 同時我也要交付大學 很多越南前面一再的強調他們 要向越南政府申請恢復國籍是很困難的 因為越南政府就覺得 你前面放棄國籍 你就是背叛我國了 我怎麼會再讓人恢復 之前也有一些 也已經透過一些協少 有辦法 有外販回覆了吧 之前是都他們國家領導員 做一些這個政權的轉換 他們是分身有這個法律 相關我們所掌握到的民生 都可以取得 定期給到月拜 讓他們去做一些努力 對 然後他們今年的 發生今年的 他跟外交部的到建築館來 也有分別的問題 那這種情況 不是什麼關係 在歐洲 我們今天國家也有很多 那第四個 這個跆拳會提的這個 藏族的 臺藏家庭的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也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外交部他先給了居留簽證 他在上面做了一些主席 但我們沒有辦法 去做一些轉換成居留的 那他有兩年的觀察期 我們是尊重外交部的一個做法 但是當然我們也希望 其實我們現在有個結智就是 外交部如果認為 他在念談的功能當中 有一些一定需要 我們專情對在台灣 針對台灣的家庭 等這些生活狀況 做一些了解的話 我們也會幫我們 导查的資料 在feedback給這個外交部 然後讓外交部 在外館去 他去斟酌要給他是 平留簽證還是居留簽證 那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是有在做 互相的搭配 那整體來講的話 那個觀察期為什麼這兩年 那要問外交部 對但是外交部 大概三年前就跟我講 觀察期會改為一年 那因為今天外交部沒來 所以我們都開外交部的 那你們怎麼 那你們怎麼看待移民法的 不知道第幾條 裡面就是讓 那個是外交部可以加註的 讓他可以加註的 那個簽證要不要加註 或者簽證的情間多少 是外交部的權責 那不是我們的權責 對 但他在移民法 他不是在問 移民法 我們能夠 我們那個十六條的話 針對泰免的 針對趙族的 當時也是跟小委會 這個保障委員會 寫條後的條文才會進來的 他確實是有一定期間 他是一定期間 不是給他那個簽證場館 是在那個有落日條館的 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是規定說 如果那個 請正當 法林系的教授要圓環 就是這個 這個權力是那個外交部的沒錯 但是是規定在移民法 移民法規定說 如果沒有經過簽證機關 合法家住限制不准延期 或其他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移民法授權一個外交部說 你簽證加了不住 你們移民署也不能改 變成有這樣一個規定 所以這樣問你們移民署 對這個移民法有這樣規定的立場 因為外交部是先在海外 幫我們做法官的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先去看外交部 他認為說這個部分 他要去最小的 另外我再補充一下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現場有提到 這個就是一些實際的案例 那剛剛那一位越南的 這位姐妹 那你提到說 九十六年來 還九十六年先生死亡 那其實現在應該是 我們法修過之後的話 應該是一清對象死亡 還是可以繼續拘留 那但是你剛剛提到 就是可能有了這個 刑事紀錄證明 你目前雖然沒有辦法規劃 那我剛剛也問同事說 是不是可以 轉換成先用永久居留的方式 那永久居留 你就不用擔心你的孩子 有沒有成年 就可以留下來 永久居留沒有保障 但是現在 他跟身份證的保障不一樣 我知道 但是永久居留 你至少在這個地方 不會受制於 因為他現在是先生已經死亡 那居留下來的話 有的會看說 因為你有小孩 所以要留下來照顧小孩 有這個監護權等等的 但是孩子 我們已經把有孩子成年之後 他就不能依小孩 那我現在要先把他脫鉤 所以先去申請永久居留 那永久居留之後呢 如果你可以符合其他的資 再回到規劃也可以 這個是兩條路可以走 就是外配來到台灣之後 他一定期間呢 他可以申請規劃 他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而且依照我們現在看到的統計數據 其實外配目前規劃的比例也不高 他們還是繼續維持永久居留 或者是居留 那至於說柬埔寨的這個部分來看的話呢 我不曉得那個 尤其 因為以前我聽到的是說 因為你剛剛講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其實柬埔寨 他不鼓勵他們女孩子嫁到台灣來 所以他不會發這個政見 所以要怎麼去解決 就要從源頭解決 我也很為難 因為婚姻是兩情相怨的事情 我也不能說你不能娶這個柬埔寨的姑娘 可是問題是 他的國家不出證明的話 會造成你進到台灣來之後 我們這邊也會有相關的困擾 不過他規劃好像是可以有那個第九條 其他人過一個規劃的規定 你不用放棄國情嗎 好我再補充一點就是 因為剛剛主持人有提到那個婚姻仲介的部分 96年的法成立了 新的移民法成立之後 其實我們現在就以公益化的方式來處理了 就是希望能夠不要把女性誤化 然後不要把她這個 不要廣告 也不要齊別報酬 所有的資訊都公開透明 我們每一年也會對這樣的婚姻仲介 婚姻婚媒的業者去做了這個評鑑 評鑑的結果我們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希望說民眾也要去透過婚姻媒介的公益化團體 要去做一些婚媒的動作的話 去找我們立案的我們許可的公益法人 就不要再去受到其他的這個不正當的途徑 然後就被騙了 那所以呢 就是在這邊也做一個宣導 也是希望說用公益化的方式 就是全球獨屋 沒有一個國家是用公益化的這個 台灣法人社團法人的方式來做這個婚姻仲介的 沒有啦 那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公開透明 那但是呢我也要提供一個數據就是 我們在座這個新移民他的那個這個生活需求調查時候 也會問到說你的婚姻是誰介紹的 那就是想知道說是透過婚姻仲介的還是透過其他的管道 那我要告訴各位 請他們都說是親友介紹得多 婚媒介紹得少 也就是說嫁過來的人覺得這個環境不錯了 然後呢他想要把這個好的環境介紹的看前面了 所以透過親友介紹的感很多 但是呢婚媒的很少 好那我們去跟婚媒業者做評鑑的時候 他們還跟我們講說他要我們下去 因為呢什麼錢也沒辦法賺也就能廣告 那其實我們都一直希望他能夠提升他的福利益 能夠讓這個婚姻的那個經營 所以因為他是第一線接觸到那些兩個男女的一個接觸 他應該要給我們比較正確的資訊 那我下次再來太多時間了 譬如說公約這邊來談一些社會權的保障 好 經濟權的一些保障 健康權的保障 這些都是必要要到考量的 那所以這是我們在 希望就是說移民署 在移民法的這個未來的修法 當中是不是可以來充實這個 永久居留這樣 這個部分的一些權利這樣 因為這邊跟社家屬比較有關的 就是我們是可以 因為我們這社家屬是從兒少父老財 我覺得這個議題 今天前面幾位的例子 裡面我們比較可以切入的是從 兒童保護法的 兒童那個少女權益保障法的 叫做切入 那我覺得進到 兒少女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條 之前我覺得蠻想要請教一下那個家裡的 就是說在你們自己的單位裡面 有沒有專職的社工 有沒有專業社工的背景 因為這會涉及到 怎麼去處理個案 因為你是一個作為一個專業的社工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做資源的結合 你要先對醫院本身那個體系 在醫院裡面它有社會服務部 或有社工師 其實醫院是不交稅的 但是醫院它本想把它的其中的一些收入 要作為公益的 所以有時候像我以前在國泰醫院實習 或者是拿進入實習 這些醫院裡面都有社工部 對於這些講不出可能經濟有困難的 看看他們那個人生醫院裡面 能不能結合他們的社工師 有他們社工師可能在收費上面 可以幫他減少一點 或者是說看看還能不能結合哪些的資源 來協助他 這是利用民間的資源 但是我想說還是可以用政府的資源 在政府的資源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我剛剛講到是說 像兒少華 雖然這個小孩子 他不具有中華美國的國籍 但是按照兒少華 第22條裡面有提到說 主管機關應該要會同互證移民主管機關 協助沒有辦理戶籍登記 沒有國籍 還沒有取合居留定居 許可知兒童少年 依法辦理有關的戶籍登記 規劃居留或定居等事項 可以去協助他 但那是第一條 還有前向的兒童少年 於戶籍登記完成前 完成前喔 好不好我沒有取得這些居留或定居 許可知後 他的社會福利的服務 醫療的照顧 就學前醫的事項 依法都是可以要予以保障的 所以這就我們公務人員就有 醫療這一條就可以做處理 所以今天其實我想 尼關愛之家也都有跟 你們是看今天這個特案是在哪一個縣市 像是台北市 他所在的這裏 如果不是台北市 某一個縣市 就找那個縣市的社會局 你們把這個特案通報給他 說這樣的小朋友 我們站在保護保障兒童的立場 看他爸爸媽媽是什麼國籍 就站在兒童的權利的立場 這種小孩子我們要不要幫忙 要幫忙 如果你說你不幫忙 那你就違反了 而少福利的權利保障法輪 所以其實從這樣衍生進去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談到的是說 像是小孩子需要的醫療的部分 那他現在有沒有健保 沒有對不對 所以他是自肥的 那是不是可以 因為這邊是找到那個 新政府的社會局的這個窗口之後 請他幫忙協助的是 他要去結合衛生主管機關 去幫他取得健保 或者取得醫療補助 那甚至於是說 像如果他會有一些 照顧上面的一些費用的話 他也可以用那個 弱勢兒童的生活補助 與托育 還有醫療費用的補助辦法 看看能不能給這個小朋友 給這個家庭 給他一些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要去結合 至少見我們可以找到的窗口 是他的社會局 從社會局來做作手 這是我給你們的一個建議 確定出地方政府都會因為 都不因為他無國旗 就會都依這些兒少的法規 來做補助協助嗎 對對對 但是因為常常會遇到地方政府說不行 就是你們可不可以發一個函 給地方政府進行這件事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姐妹會雅清他前面提的個案 所顯示的一些問題 剛剛移民署 移民署 移民署與社家署這邊 我們想請你們 就是對於那個 因為常常就是有家暴 吵架 分居的這樣的狀況 這個所謂的刑方不明 後面他可能被丈夫報說他是刑方不明 然後又被法院判決離婚 像這樣的狀況 非常影響他的居留權 那這種所謂的刑方不明這種問題怎麼處理 那剛剛在講說刑方不明要怎麼定義 那或者是我們很久以前就講過說 法院這邊要怎麼跟家暴資料庫做連結 那不要只就是說 然後譬如說 法院這邊實在控制不到人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或者是家暴中心這邊 假設已經有知道一些狀況的話 是不是主動跟移民服務展 或是哪裡做一個 就是說 我就說你們各政府單位之間 這樣一個很像聯繫 來不要去判定這個人是行方不明 影響他後面的權利這樣 就是這個問題想請你們看好這樣 可能先生太太 一直看不到對方 那就會到我們專情這邊去報警方不明 很抱歉 這個是我們專情對有家專業的認定 我們這邊就很不錯 開氣的個回覆 但是基本上我知道就是 如果今天先生要到我們專情對報案 要找他們太太的話呢 那我們會先去上面的家 把我們通報的網站上看他是不是 有在下討的這個名單裡面 那我們會把這個資料洩漏給他的先生 保障我們這個配偶的安全 這是我們有教導我們那個 就是專情對的同仁必須要注意這個部分 那同時我們也為了要保障他的權益 我們也是希望說 如果專情對的同仁有碰到類似這樣的個案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轉到我們的服務專頁 讓我們的移民部導人先了解一下 或者是送到轉接到外地家服中心 讓我們就接著後面的這些相關的 家庭提供的工作 進行專業的這個協助 因為在服務站來講的話 我們的主軸還是以這個移民法的 居體油的法律為主 我們並不是專業的社工單位 所以碰到類似的證明的話 我們還是會轉到家庭中心 或者是轉到外地家服中心去做進行協助 那這部分是先提 我們是有請服務站跟地方的 我是在說轉介的問題 我是說很像年紀的 就是很像年紀的 很透過這樣 對 轉介之後就 我剛剛在說 為什麼他會被判決離婚 因為就是很多單位都知道說 他已經是因為家暴離家了 那那個接受他處理的那個單位 他也要跟我們申請相關的資料 或者是要我們提供相關離家嗎 對不起 我要強調一點 這個個案是政府機關的家暴中心 反過來給我們 是因為他是放棄國籍的 就是他說不能處理 因為姐妹會長期處理 無國籍人士的人 所以我們就被轉到這裡 所以那個姐妹就說 我協助我的社工已經換了兩個人了 常常換社工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持續的追蹤他的這樣的案例 所以直到他找到姐妹會 才有辦法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所謂的專業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然體系那個會很好 聯繫也會很好啦 但是有一些狀況是社工的判斷覺得他們灌案就灌案了 那個案就融落到哪裡去 這樣 那個就是可不可以請移民署 就是說就 你們就是 去找這個衛福部的保護師去討論 這個與家暴中心移民服務站查查員 與這個家暴中心之間如何做橫向連結 如何加上這個橫向連結 好不好 就這個部分 拜託你們再去研議看看 應該都有一個協調 是